在上一堂课里面 跟各位前前提到了活泼硬式的重要性 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特别提到了水 谈到了水的德性很多 我们先来看 透过水现象界这么一个 我们常常接触的一个东西 它带给我们什么样活泼的启示 你看那个水啊 它在河川里面流 如果河川的中间有一块巨石 那个水一瞬间不能够穿过去 它会怎么样 它会结为二流 绕开来 然后到了前面没有阻碍的时候 二又河为一了 继续往前流 又或者是 这个巨石把整个的河面给挡住了 但是它当中有空隙的时候 那个水依然会穿越空隙 往前继续 潺潺流进 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六根接触到的东西 有很多可以作为我们修到的一个楷模的 我们可以触景深情啊 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像水谈的是一个活泼硬式 像后学谈到树叶 树叶的植物里面 我们都看到了相光性 像阳性 你在窗台 种一盆树 那个枝叶 一定我有阳光的那一面里面 去什么 去繁衍 那我们人 也应该要兼具的 植物的这么一个特色 我要往 有阳光的地方 有光明的地方去迈进 所以如果我们一里懂得多 其实举目所见 你都会有很多的东西 会带给我们如是的提醒 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立身于何处 旁边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师 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曾经读过这么多的叙述 说将来回到了弥勒净土去 那些树也会讲道理 风也会讲道理 功德水也会讲道理 其实不仅仅在极乐世界 有这么一个殊胜的景象 现实生活里面也有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 去把它体会出来 水是水 树是树 我是我 所以如果我们透过圣的道理 在不断研究的过程里面 我们慢慢打开了 自己的那个真心 真心就会让你在 看这个人世间的一切的时候 你看得比别人更为细腻 你会得到别人 所没有的一个感触 这就是你学到 在研究道理的过程里面 要灭无名 要讲智慧 它的方法很多的 所以我们人活着 我们都有改变自己的机会 都可以补强自己的不全 那一旦一口气不来 万事皆休 就毁之万已 所以办到弱势 是应做 塑形方敏 勿加光 所以眼前有我们可以 承担的工作 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机会 大家都不要去另习 不要认为我不如人 各位前贤 你们从来没有不如人 像后学在跟一些前贤 在接触的过程里面 都能够发现他的一个好 像我们诗缘的美凤吧 是不是 美线啊 以前我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粗之大业的人 他讲话就是那种 大啦啦的个性 跟后学年轻的时候 蛮合的 我以前就是这种个性 但是还没有像他那样子 一个所谓的活泼 可是有一次 在来这个地方 他值班 在跟他谈的过程里面 知道他生活的一个 对应之道 他蛮辛苦的走他人生的路的 可是他走过来了 所谓的走过来就是 在这么困苦的环境里面 有人事的煎熬 有经济的一个 这么沉重的负担 人家的道心是真的没有变的 所以他也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啊 他虽然没有像我们一样 可以跟你有滔滔不绝的道理 可是他人生走过的路 也可以让我们 有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他那么辛苦 我们没有理由 在修道的过程退缩不前的 因为比我们辛苦 十倍百倍的人 都坚持走到这里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 有理由有借口 去推卸了自己 修办到的一个机会 那前嫌门要把握时机啊 多一次工作的承担 多一次的立事练心的机会 就让我们的九品联台 又往上增生了好几片的叶子 所以此乃是归之真意 守之行道 必能昌 活泼应事 是教我们 立身处事 不要食骨不化 不要固执己见 莫守成规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在修道 在行道的过程里面 才不会什么 才不会自招障碍 也不会去成为阻碍别人 行道的一堵墙了 所以皆因良知 沦莫久 故而难以放光 本来有的信德 本来有的妙智慧 本来就可以活泼应事 现在还需要 先佛们的耳提面命 还需要不断的学习 才能够养成活泼应事的 好本领的原因 是在于 我们的良知 敏莫很久 以至于良知里面的良能 它不能显现于外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束手无策 两手一摊 不管它吗 不可以 所以求师指点开启后 物在迷媚入黄粮 我你我都是已经 醒过来的人 我们慢慢的 在由一团迷雾里面 要细图走向自己的康庄大道 在学的过程里面 不论你外面遇到任何的一个挑战 切莫因为一时的困顿 又让自己落入到 十丈红尘的迷雾当中 又回去做自己的春秋大梦了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行道若是缺活泼 怎能应事报无皇 上天降到是要拯救良善的 我们明道以后 我们本来就是要去帮助上天 去圆满天心的 可是因为我们不懂的方法 因为我们太墨守成规 所以我们在接引人的时候 就有诸多的不完整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该去成全的人 我们也没有带回来 将来一口气不来 我们怎么回去 对我们的技工老师交代 各位前些有没有想过 我们过一天 就早一天 要去面见我们的技工老师 我们昔日在他前面 许的愿 我们希望能够广度有缘人 如果我们没有去做了 你将来何以去见他 想过这一点没有 我也无数次告诉我自己 因为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除了道理的一个进化以外 我是不会跟人家去谈 我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我觉得没意义 大家都已经很难了 我不要再去雪上加霜 而我遇到的事情 多半都离不开一些人事的纠葛 那只有靠自己的一个去话 有的时候觉得很难的时候 觉得那个道心已经像风中竹 在微微弱弱 好像忽隐忽现的时候 这是讲我在日常生活里面 面对难关 我在省思的过程的心境 只要让我的脑袋瓜 一想到那个技工老师啊 那就会死灰复燃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一句话 我可以在我有生之年 我事情做得不够圆满 因为智慧没有现前 但是我绝对不可以 说我该做的没做 因为我推脱 因为只要我让自己落到后面的 这一个情节当中 我就无言见南平山的技工老师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由你自己 去除自己障碍的那种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两种 一个圣人的遗教 第二个 就是对老师的一个期待 什么叫做对老师的期待 我们都在佛前许过愿嘛 是不是 我们说体天心 孝失行 祭失智 那是我们无数次 无数次从我们嘴巴里出来的 但凡自己的道心 些微的在陨落的时候 天心不在 师心不在 对于老师的苦心 我们都视若无睹 所以自化能力要强 现在有这么多的道办 陪在我们身边 你侵吐的时候 可以借由别人的管道 给我们有一个所谓 去化的一个能力 可是早晚有一天 各位前写 你要靠自己的 当有一天 你走得越高的时候 什么叫越高 你修的时间越久的时候 很多的东西 要靠自己的自化 如果不自化 它在里面 就会酝酿找气 自化就是事情来了 我要用时间 然后用意理 去把它分析 把它破掉 破掉以后 就不让它残留在 自己的心里面 不要让它留在那个地方 日以继夜的有妙 去啃视自己的道心 我觉得那是最愚蠢的 所以后学的个性 可能也是如此 所以我从没有隔夜愁 我应该唯一的好处就是 没有隔夜愁 不论你今天怎么对我 下一秒只要你笑了 我一定笑得比你还大声 因为你笑了我就忘了 你没笑会让我警惕 为什么 你可能还没放下 我要小心翼翼 但是基本上 后学 不会恨人 也不会怨人 我还有这样一个能耐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来帮助自己学习的 遇到的每一个人 他是富 他是贫 他是质 还是鱼 他的胃高 还是胃低 他健康不健康 我都要从他的身上 读出老天 要借这个人 教给我的道理 后学有本领读得出来 所以我把每一个来到我身边的人 都摆成是菩萨的位阶 他是来教我道理的 因为只有这样的体认以后 走出去了 我才不会白费时间 什么意思 因为只要我走出我的门 所有来到身边的人事物 都是来滋长我的法身会命的 国内国外 从南到北 任一个道场 任一个道清 后学有本领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才能够不好的事情 过了就放了 因为好的会让我激励 会让我觉得兴奋 会让我觉得快乐 幸福美满 傻瓜才不要这个东西呢 用一堆垃圾污染自己 有人这么蠢的吗 不要这样做 这样子你将来学到 被考导的机会 就什么 就是鸭蛋 因为别人干扰不到你了 我们慢慢把他 这个规矩给他养成 那你这个修道的路有没有 就会越来越窥寡 越来越宽寡 所以活泼硬是 看是四个再平常不过的字 只要我们学会了 我们就能够八面玲珑 可是也不要误解八面玲珑 一般人用到这四个字都觉得 哇 这人很阴啊 很尖巧 很圆滑啊 像什么 像那个泥丘一样 鼓溜鼓溜抓不到手 真正的八面玲珑不是这样子 真正的八面玲珑 是我们真心在应试 真心无所不在 真心观察入围 也体贴入围 所以处事待人 无不周全 他是这样的一个玲珑心的现前 所以弱觉前程 认为重 这个认也打错 是责任的认 速速行住 失心长 假如我们走到 这么一个时节因缘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你觉得人生走到这个环节 回顾前程往事 渺渺茫茫 如果不走修行这条路 真的不知道生命留下了 什么样可歌可泣的东西 其实我们仔细回思 如果没有走修行的路 各位前写 那个你是什么样子 想过没有 我想过了 大概就是一个恶婆婆 然后对先生就是一个恶婆娘 因为越老 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时间太多了 所以就整天眼睛盯着人家不放 吹毛求疵 我假如不学到 我应该会这样子 所以很庆幸学到 所以我旁边的人就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假如不学到 其实人生没有留下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第一点 赚的钱没比人家多 做的好事像阎王的一毛钱 为什么 要借一毛钱都借不到 因为你没跟人家结善缘 理解了吗 我们每一个人求道前跟求道后 你仔细去思索一番 求道后的 求道后的人生 真的是让我们多采多姿 虽然是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但是总结一句话 好好坏坏 都是让我们不断的成长 所以如果觉得 修道真的是非常的好 自己的未来 自己创建 那眼前 你要体会老师 那种旧众慈悲心切 所以不要逆道不屑 所以聪明睿智 应思是 报道正迷而开荒 体会了天心 希望能够就整良善之人 我们就要想办法 多学一些东西 然后能够随自己 所接触的有缘人 一个一个把他带上岸 开荒不是到你陌生的地方 而是这个人 他没有求道 我让道的种子 在他心里开花 这个人求道以后 义理不明 种子埋在土里面 根本就没有发芽 那你想办法 给他用法理的一个滋润 让他的道理 帮助他 让那个善法的种子 能够根深蒂固 慢慢的滋长 这些都叫做开荒 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帮助别人 拔草以前 自己这一颗心田 不要有太多的杂草 里面的枯枝啊 破叶太多了 没扫干净 你出去的东西 就不会芬芳 因为他藏住了你的智慧 所以逢吉能济 免受苦 遇难亦可化成小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里面 除了法语 也无非就是人力 财力 物力的一个支援嘛 我们都过得太幸福了 前前门传给后学一个影片 一个在观光区 贩卖那个纪念品的一个小孩子 大概六七岁而已 他精通十几种语言 所谓的精通就是可以用这些语言 去给人家推销他的那个东西 他会讲很标准的国语 会讲广东话 会讲马来文 会英文 还会德文 还会日文 记者很好奇就问他 跟谁学的 没有老师教 他为了要推销他的产品 所以他自己去摸索出来的 各国来的观光课那么多嘛 他就常常听 常常记 他就学会了 我们通常遇到这样的环境 哎呀我都不会讲 我们会觉得一筹莫展 涉缩 可是这个小孩子 也是我们学到的标杆 困境就是在增长 我们能力的时候 所以遇到困境 我们就想要把那个头 给缩回来 那个勇气就不见了 将来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很容易 那个脚步 不往前进 会往后退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他因为环境的造就 具备了这么多的能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们拥有的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的孩子拥有的也蛮多的 最起码我的孩子六七岁的时候 我没有让他去买纪念品 卖纪念品 我想他去买大概也卖不掉 因为出了国语他傻也不会说 然后看到人就害羞 所以有的时候给孩子磨炼未必不好 那如果我们知道给孩子磨炼未必不好 那为什么磨炼到我们的身边就变成不好 有没有觉得自己言行不一 言以待人宽以待己 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 不要想你要求别人怎么样 我们对我们的子女要求了多少 那回过头来 你有没有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 所以看到这些的可怜的孩子 还有一些老人 你觉得自己很多了 你给一些东西让人家去分享 多的给多 少的少给 没有的东西最起码有一颗怜悯心 来生如果我大富大贵 我一定要把多的东西跟人家分享 这些都是在阿赖爷是种一个不尖酸不刻薄的 不潜滩吝啬的那种心啊 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看过一则新闻报导是最近的 家里面有一个重度滞胀的孩子 结果自己的母亲死了 凭在闹事无人问嘛 他住的又是荒郊野外 所以有没有 那个妈妈死掉了 那个小孩子 不知道 就守在旁边 饿了就要咬妈妈要吃的 他又不会起来 冰箱能吃的都吃完了 等邻居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烂了有没有 肉都烂光了 所以各位前言我们是很幸运的 当然有前因才有后果嘛 可是我们不要去追前因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果报 真的让我们触目惊心啊 所以我们不单一在自己的福报里面 我们有福报 我们要感恩 要感恩就要去报恩 所以有的时候能力所及的时候 与人广结善缘 总是没错的 那所有的好 你今天放到你生命过程里面 来生 从你的生命 你放进去的东西 它又回来了 所以我常提醒大家 你希望自己健康 你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放一些健康的种子 健康的种子 就是不杀生 你希望自己聪明 你眼前的时候 你就要多研究胜的毅力 你希望自己将来有才 你眼前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救济别人 你把所有这些 聪明 这个智慧 财富 健康的种子 都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放到了你的生命里面 来生 你的生命 这些东西就样样俱全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 也不需要去嫉妒别人 如实去做 我们就能够切实拥有 所以行之自觉 亦无数 此与沙盘 无乱狂 我们不断的往外去 所谓的悸困腐围 所有做的好 最后还是完完全全 一滴不少的来到我们身边 所以老师讲 徒人们一定要相信老师的话 不要以为老师在欺谋大家 所以己力要立人 己达要去达人 所以若欲考验必应事 否则泄露天机甲 假如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 那遇到测验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设法 你很容易就把 这个里面的东西有妙 被别人一窥得知 逢则莫人问题时 欲查抵御一个法 一个真正能够所谓活泼硬事的人 在遇到一些外面的境界的考验的时候 他能够知道对方的心里在想什么 他事先就可以设防 所以害人之心不可有 没有教大家防人之心也不可有 理解吗 我们要有一个善良之心 不可以存心害人 但是事风日下人心不古 你要懂得适度的保护自己 有一些道场 有一些人 之所以会弄到一败涂地 就是在于 来这个道场的人 居心不振 他自己本身 完全没有觉察的一个能力 我早期在其他道场讲课的时候 曾经去过台中 是在大理那个地方 有一次我再去 我就发觉 其中有一个道清是谈主渡的 他楼上的邻居 我看了那个情况不太对 因为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超池 是每个地方要轮掉的嘛 不是一个固定地方 我永远在那边根深蒂固的 贺学觉得他不对 就是他来道场不是为了学道 他好像要来道场推销他的东西的 我有这样一个直觉 可是毕竟只是初次见面而已 所以我就跟其他的超池的讲识过 曾经超池过 事后有在问 有没有这种情形 他说有 他说他第一堂下课 上午两堂课 第一堂下课完毕 休息20分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10点10分下课 10点半上课的时候 他会叫所有道清不要离开 讲师下台 他就站起来 你们都不要离开 他就开始卖他的东西了 然后他讲完以后 他一个一个去推销 那道清就会不好意思 因为卖的东西 有的时候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有些道清就买一些什么 家里用的消防器啊 小小的消防罐啊 还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子 台面上都不敢讲 那或许觉得这件事情不对 不对的时候 再下一次轮到我 他果然又这样做 我就立刻上去制止 我说不可以 这是下课的时间 前前面要去用一些的点心 或者要去什么 要去所谓的上洗手间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 你告诉大家 你有这个东西就好 你不可以一个一个 给我挨人去问 这是不可以 所以那一天 他就没有机会行销了 事后谭主反应给我 他讲一句话 我如果不能卖东西 我去你佛堂干什么 那一次就把他彻底斩断了 所以后来很多前面才在讲 好在有人解决 我每一次开办 一个月一次有没有 都要跟他买一些东西 他卖的东西又砸 所以你做谭主的人 这样做是不对的 别人去你那边参班 是有负担的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设法 这还是小问题 这是花钱而已 大问题是那个居心不振的人 来到场他在诱惑你了 让你走到旁门左道去了 你会不会完全没有觉察到危机 就跟着他走 这种人也有 很多地方都有 小的是 轻微的就是带走他旁边的那一群人 严重就是整个佛堂 请朝而出了 不在了 这些都是这几年 后学自己本身切身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有朋友遇到这种事 后来跟后学在探讨原因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点 不是佛门大大开 只要你来 我全让你进来 不是这样子的 各位前贤 你也要稍微去想一想 对方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动机不对 你可以让他进来吗 不可以 这是我们在研究佛规的时候 活活应试 各位前下去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羚羊挂脚出境界 虎伪春兵心无荒 假如我们具有活泼应试的能力 什么叫羚羊挂脚 这是后学查资料 说那个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 为了保护自己 他是把羊脚不是很长很大吗 是挂在树上 好像树枝一样 当然他就这样树立在那个地方 让别人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存在来保护他自己 所以羚羊挂脚就表示 做事完全没有漏缝 不会给别人 当他居心叵测 要钻空隙的时候 对方也找不到地方 找不到盲点可以什么 来渗透进来 虎伪春兵是告诉我们 要谨慎小心啊 你走路要小心啊 你踩着猫的尾巴 猫咬你一口 还不至于死啊 踩着老虎的尾巴 有没有 那个可能跑得没有他快啊 春兵是到春天的时候 台湾没有感觉 北方我有听父亲小时候 跟我们讲述过那个情况 河面上都会结冰 结冰的时候 越中间的水 它因为深度够 它越不容易凝固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 河的两岸 你可以在里面滑冰走动 但是不表示中间你可以走哦 你貌貌然看到上面一层冰 你去走 你踏两步没问题 踏第三步 它冰一裂开 你整个人进去以后 它又合在一起了 你根本在水面 你要把它弄开是挪不开的 后学的父亲是北方人 一年有四五个月是冰天雪地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经验 那春天要雪融的时候 各位前嫌 它越厚的地方 它溶解的速度也会比较慢嘛 是不是 它下面有急流的时候 上面还有冰层 可是如果重量太重 踩上去 它也一样会裂开的 这都是告诉我们 前面你做事什么 你要有智慧啊 不要给别人有可乘之机啊 后面告诉我们 做事只要谨慎小心 活泼硬事 你遇到再危难的关头 你都不用心慌意乱 在道场里面 除了点传式的工作 我们不能做 那个你不能够有心去带点传式 去点道的 除了点传式的工作不能做 点传式以下 讲师的工作谁都能做 就是动一张嘴而已嘛 把讲八卦变成讲仁义而已嘛 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 也有小故事吧 今天教了你一个小故事嘛 那个故事你见人就可以说啊 是不是 没有小故事 也有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嘛 把你修办到的经验 跟人家分享啊 即便我们不能像大厨一样 办的色香味巨竹 把那个菜煮熟了总可以吧 客人都不挑剔的啦 好不好吃 他心里有数啊 我们也有数啦 但是必要的时候 你也真的就是咬一咬牙 那个厨照你也要去站嘛 所以道场的工作 除了点传是有专责之外 其他什么角色 我们都可以取而代之的 意思是说 有必要的时候 你也要硬着头皮去上阵啊 那都给你有学习的机会 这个叫做君子不弃啊 不要限定我只能做什么 当然你不会开车 你就不要去接送道清啊 这个我要特别补充一点啊 饭煮不好吃 人家少吃 车你不会开 刹车踩到什么 踩到加油 那个就前途渺茫了 所以鱼木混住 不易可晓雷软之急 五恐慌啊 五恐慌 意思是说 我们碰到那些所谓的 树流动静 他要来渗透到我们修办的场所 来诱惑我们 让我们最后走到错误的路的时候 你也可以当下 透过他的言语 你就能够窥知一二 人的心啊 只要你够沉浸 你很容易可以体会到 对方的动机是什么 假如对方存心不良 各位前贤 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斩草除根 斩钉截铁 跟对方划分界限 我告诉各位前贤 圣人在面对邪说 他的方法是什么 聚之圣言 就是面对这些 混淆圣人试听的这些的 旁门走道 圣人是相当的排挙的 我们读孟子的时候 你看 孟子战国时代 邪说纷纭 对不对 孟夫子站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时代 九十六种外道 在印度那边 所谓的弥漫了所有的国度 释迦牟尼佛站出来了 圣人对于邪说 拒之圣言 没有宽容的地方 他不跟你航线一气啊 不跟你混淆不清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弄明白 可是当对方有悔改之心的时候 圣人的气度是很宽容的 回头是暗的 你们去看孟子就有这一段 我们所有处事的方法 依着圣人之教 我们就不会做错 所以面对邪说 不要妥协 哎呀我找个机会去度度他 成全他 你不要 你先雇你自己 后学认识的人 时刻去度 去要就把那些走入歧途的人 包括上位者点传是在内 去了都没有回来过 我从来没有那么勇敢的心 来到我身边 我度 你走到那边 我就不理 我没有那个心 想要去那个地方 一探究竟 我没有那个火候 我觉得我不要碰 这不叫做自私 这叫做自保 或许会碰过好几位啊 你要不要去我们那个地方 我请我们老师 亲自跟你指导 因为你的问题 我答不出来 还是赫赫有名的 我跟他说不用 我自己回去翻经典 我懂了就好 你不懂 你回去问你的老师就好了 所以前邪们 拒之圣言 圣人教的 不跟外道 做任何不清不楚的一个连结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明智之举 雷软之急 就是那个鸡蛋有没有 跌得很高 很快要破裂了 要掉下来碎裂 你再为难的事情 你胸有成竹 你遇事就不惶恐 庄敬自强才能处遍不惊嘛 所以人欲混水摸鱼 我们试破他心肠 如此有何困难事 自能快乐享安康 如果这样的智慧出来了 这样的本领掌养好了 修办到有什么困难呢 很自自然然按部就班的 水到渠成 我们就到成天上了 所以为之活泼而硬做 假如我们没有学会活泼硬事 其实简单一句话 你要有本事活泼硬事 你经典要熟透 一般那个活泼 可能已经背离圣人之道而不自觉 就像后学讲 圣人距于邪道圣言的 可是当邪道之人迷途知反 他是宽容的 他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对应的模式的 而我们给人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不要依着自己的意思 圣人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因为我们还有人心作祟 我们的东西不周全 贸贸然依着自己的意思 去跟别人破语解惑 你万一误导对方呢 你不是陷入到另外一层因果吗 尤其是夫妻之事 两代之事 先生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随便搅入到人家的家便 给人家乱出主意 官圣地经大解冤经 我记得在课堂上 我跟前贤分享过 他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过去生加害于人的人 这一生就是受害者 而那个好像 气势比较凌人的人 是过去的被害者 这就是上天巧妙的安排 把过去的你 跟过去的别人 做一个对调 让你去尝一尝 你丢出去的东西 临到你的身上 是多么的一个艰困 多么的一个心酸 明白了才不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们不要依着表面的事情 去论断别人是对是错 贸贸然出主意 这种人不要了啦 离了好 离了好 下一辈子 三个人还要搅在一起 因为多了你 所以越明白道理的人 那个嘴巴的话是越来越少 因为都知道一言不慎 他就要招什么 招破殃啊 所以活泼硬式的前提 就是我道理很明白 我本来就想要活泼硬式 可是我做不来 做不来是因为 你不知道何时该活泼 何时不该活泼 我活泼的方寸 宗旨在哪里 我依循的规矩在哪里 活泼不要弄成随便啊 随便就要出乱子了 所以还是 说来说去没有离开道理嘛 所以假如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 支撑我们活泼硬式 我们就好像 像燕雀楚堂皇 燕雀楚堂皇处是居住 堂皇就是指那 住在那个屋子里面 那个小鸟在屋子里面 造那个窝有没有 他觉得很安全 他觉得没有问题 就像我们家里面 做的四平八稳 哎呀 修到就是这么简单啊 没有问题了 我一定安然无恙 出离生死苦害 到达涅槃彼岸 你以为修到这么简单 结果 堂皇补残未知房 现在的时局在变 我们没有办法侦破什么 侦破一个时局的 后面的变动的情况 往哪里运作 人心也不断的变 你不了解人心的取向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要如何去预防 最后就会害死自己 最后预考乱成一场忙 考验一来有没有 就慌乱了 我最残酷的一个 曾经处过的一个道场 泰国的道场 板桥的道场 然后罗东的道场 几个大的佛堂 全部被外道拿走 为什么 跑到山主去 那么多的点传师 留下一个 那一个 还是我们千拜 万拜托 他才留下来的 一般他也走了 为什么 人情 他觉得他不对 可是人情 我是他提拔的 他保健我做点传师 所以离开不太好 很多讲师 坛主都是这样子 就跟着那个 资格最老的点传师 全部不见了 那佛堂也都带走了 只有留下一个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 知道错了 只回来一个点传师 其他道庆都回不来 那点传师回来呢 也不能讲道 也不能办道了 又无言见这些江东父老 所以到国外去申请 有没有 去做讲师 这都是我经历残酷的 可是当初 他就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助凶 是他一手鼓动的 那个因果多重啊 那你不要怪人家 你自己为什么不能明辩 这么多的道理给你听 你为什么不能明辩 就是这么一个 小小的考验 一个三才 就把整个道场 弄成一堆酱糊了 乱成一场 所以我们修到要有 危机意识啊 你的道理不明白 你的危机意识 就要永远存在 所以遇逢他人 未雨时 言说密事 论短常 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机会 跟别人在闲聊的过程的时候 结果你都不去讲一些正确的话语 都讲什么 别人的私密知识 说人长短的意思啊 你不急于在闲暇时间 去开拓自己的智慧 把一些时间都消耗在这种 说长道短的情况之下 那怎能应事而寄人 大活随灵于身旁 不去补充自己的智慧 那遇到事情 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 那寄之后面的危难有没有 就紧接着要来 所以各自私之 家祥物 仅以集语 集成章 老师说 在这个活泼硬事的时候 他讲了已经够详细 那把它编成了第十四条的佛规御录 希望各位徒儿们 能够好好的去思索一下 我有没有做到活泼硬事 而我没有做到的原因在于哪里 不是讲我没有做到了 忏悔到这边就结束 而是要问为什么没做到 就像后学每一天沉淀我自己 有的时候三十分钟 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不一定 就看累不累 不累就随便了 累也可能二十分钟我就倒下去了 就睡觉了 我在沉淀的过程 他一个念头一起来 他念头起来一定有一件事 有一个人有一个物 对不对 一个念头起来 一定他有隐含着一个东西 把这个念头带起来 我就会顺着这个念头去问 去一直寻思 他从哪里最根源 从哪里找过来的 所以你在沉淀的过程 不是坐在那边而已 那为什么要透过沉淀才看得到 因为我们人的心各位前显 他像河流一样 表面上你看他平静 下面暗流很多 我们如果没有静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的念头 是一个接一个相续不断的 他真的是念念相续不断 那一个又一个念头 他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 你没有把它破解掉 来生就是你的功课 每一个念头都蕴含着一件事情 有一事必有一理可以破嘛 事理事理物理物理啊 人还有信理嘛 所以只要有人事物 你用真理去应对 绝对可以把它破除掉 你斩草除根了 你最后才会觉得 我没事可以不动念 所以真正我们说 少成除垢 就是把你所有负面的情绪 不该有的邪思妄念 把它连根进化掉以后 才叫做少成除垢 可是在少的过程里面 就因为无名的去化 那个心就慢慢洁净了 他妄念起的就少 所谓妄念起的少 就是他不动念 所以前前你们测试一下 我给你三十秒就好 三十秒不动念 我不给你一分钟 我只给你三十秒 能做到的没几个 试试看 下个试 你现在试也可以嘛 因为这边有时钟嘛 没有秒针嘛 大家都有手机嘛 你把手机按下去 三十秒 你发觉不动念 你做不到 因为我们习惯了 习惯脑袋刮里面 一个又一个念头 唤醒我们的存在 所以你以为 大圆静置性光明 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境界吗 不容易 所以你眼前要去破 那你破的越多 你看事情就越谈了 那个心如果像镜子一样 他就不容易黏着东西啊 因为东西去了 他就没了嘛 所以要把握时间啊 因为韶华事已难重复啊 光阴一去不再来啊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但是现在都不再年轻了 我们都曾经冒美过 现在残存的叫做气质 懂了吗 所以时间这么宝贵 好好利用时间 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 什么叫做面目全非是产商 你的本来的真性啊 六万多年的沉污的染灼 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所以乌非兔走 食难久 乌代表金乌就是太阳 兔是玉兔代表月亮 乌非兔走 代表日夜的一个更替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过得很迅速的 所以各名其贵 早知详 每一个学道人都要了解 生命的可贵之处在哪里 求到学到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明白以后 你才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总学 唯利功德最上胜 365行里面 只有修到这一行 他不误人 只有修到这一行 踏上去了 只有成功在望 他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我讲踏上去 方法正确 一定成功在望 他不像世俗间的事情 你很努力规划 你不见得会成功 做生意大家都要赚钱 可是赔钱的再多数 读书我也很用功 但是常常考完试 一看分数挨打的 总是少不了我 我也读得很累啊 世间的事情 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可是只有修到 你肯做方法正确 等着你的就是成功 所以你明白了 你选择这条路 方能脱离苦汪洋 这人世间的苦难 你不用一次又一次的去品尝 你现在的痛苦 来生他不见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这么久以来 跟前前相处很久 你家的经我或多或少 都听您提过 这个经这一部经 现在不善解 来生再读一遍 就是相同的人数 又来到你身边了 只是你不知道 因为没有说命通 前生往事不济 他再演一遍 再演一遍 你如果再交不出 圆满的成绩单 下一辈子再来 最后连人生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修到 就是在一群人当中 你提升自己 你提升自己 将来你跳出了这一群人 你会有更高的境界等着你 你要面对的是另外一群人 理解吗 所以菩提路上 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那千君欲罚 眼前逼 勿可持言受方霜 处在现在这个时间 他真的是 与我们个人言 我们讲佛魔交战的时候 与整个世界言 我们讲善恶 即将要分得很清楚的时候 所以选错了边站 那就有苦头可以吃了 所以假如我们拖延了 自己修半道的时间 将来自己 还是承受那个痛苦 轮回的苦 没有人替代 没有任何人能替代 佛陀慈悲 也不能带我们去受 所以心肩穿拾是意识 意志只要坚定 我们讲滴水就可以穿拾 永坐极乐佛金刚 有坚心 有恒心 有毅力 修到成功了 到成天上 你就快乐的不得了 所以倘若鱼丸 由弥媚 天怒之下自遭殃 假如自己不肯清醒 不肯依着圣人所教去做 还依然我行我素 那将来就自取其祸 也怪不得别人 所以良机再逢 私时事 应运难遇白羊长 即便将来 你还有再来人间做人的机会 你也未必有机会遇到三朝浦度 白羊应运 一个圆会只有一次 这就是告诉我们历史是不断重演的 这一次我们遇到了 下一次来一定会吗 会不会我们六万多年的积修等的就是这一次 你错过了 下一次大道应运的时候 下一次大道应运的时候你没有降生 大道不见的时候你来了 又或者应运的时间 空间 不是你降生的地方 你求道学道修教 修道就难如登天了 国外的道青修半道就很难了 光一个义礼的贯通 就难如登天 你从美国 从日本 或者我们讲 去泰国 马来西亚 他们对于中文的研究有限 所以他们要去把义礼弄得很清楚 然后去让自己按着义礼去行 对他们而言是很困难 对我们而言是易如反掌 那这个好的事情 简单的事情给你的你不要 你既然弃之如必喜 将来老天就不丢到你身上 你就错过了 还有你要求到 一定没有离开跟你有缘的人 如果你的隐私修得比你好 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接引另外一堆有缘人 你没有缘人接引 你也无法踏进这个佛门 佛奖经49年 他最标明的一个方法就是缘起 任何事 必有一个因缘的存在 没有这个因缘 没有这个缘 光有种子 他也不能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 各行各责各勤手 需要动念招罪广 做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做我们能做的 不要因为一个人心的 所谓的乱动 我们放弃了自己 美好的一个未来 然后自取遭 自取什么 自取遭殃啊 所以良言 对良言 道众多家物 共住世间 学闲良 这个老师再一次的 爱心的呼吁 伙儿们要来帮助老师 把这么一个杜众的大事 给圆满了 所以标杆万古 未曾改 留名万事大栋梁 人人只要肯去做 人人都可以立身行道 做世间的什么 做世间人的楷模 只要我们肯做 我们就是到场的一个栋梁 所以你祝老师 去什么 去广结这个善缘 你也等于是替自己 去创建自己的未来 所以若是失足 堕下去 坠下去 习灾千劫受凄凉 假如这一次不把握时间 良机一过不再 那各位前嫌 下场是很凄凉 现在是大道的周年庆 跳楼大拍卖 所以门槛很低啊 所以各位前嫌 你既然进来了 就是有缘人 有缘要有份啊 晚景凄凉就是下场不好的意思啊 所以警讯至此收机管 慈母别弃返仙香 十四条的佛规到这边讲完了 那讲完之后呢 后学给他做一个总结 我们在研究这第十四条 这个佛规啊 活泼应试 其实严格来讲 真正的这一个 修道人的戒律是什么 真正修道人的戒律就是道 道就是天理良心的意思 过去我们讲 以绝为师嘛 意思就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的根气不好 我们的良心没有完全复明 所以佛陀才有诸多的戒律 让我们学到人去依循 所以我们才讲 我们没有办法以绝为师 我们现在要以戒为师 那如果以绝为师 各位前你去看 这个大道在化育万物的时候 他为万物主 他给每一种植物 当他需要不同的生存条件 他是不是就提供他不同的因缘 稻米要什么 稻米要湿 湿润的一个土地 它要多余水 麦的时候 它要少余水 这个就是北方为什么有麦 南方为什么有稻米 你不同的一个空间 老天也会让这个植物有生长 也会让当地的老百姓 有东西可以果腹的 你看到天地的道的运作 都不是一成不变 那我学到的人 不就学到的意思吗 一个活泼硬士吗 硬不来 不然是我们心性不明 智慧不开 其实你开智慧 也很容易啊 换一个角度 设身处地 你有同理心 你就有智慧 我们在道场上只谈道场的事情 我们不是很希望这个道 能够在每一个有缘人的身上 给他开花结果吗 所以家里面有人如果要走道场 啊 我们却要不已 哎呀 你觉得时间来不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等你 我等你 妈妈等你 姐姐等你 对不对 哎呀 走路好累啊 那个公司离你们佛堂那么远 没关系 没关系 妈妈开车带你 姐姐开车带你 面对自己的亲人 要学到的时候 我们是竭尽心思的 想要去成全他 让他落地生根 你只要把道亲 把任一个人 人不亲土亲 把他当成是你的亲人 你就知道 他要什么 你该怎么帮助他 在道场上去生根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不断的犯错 我一开口就讲 我省思我自己 为什么个性刚强 言语有没有 有的时候比较唐突 处事有的时候不圆满 这么多的问题的盲点 他出自于哪里 他就在于没有同理心 而同理心恰恰就是道心的其中的一个特质 同理心的展现 就是我永远会站在你的位置 替你想 所以不要只站在亲人的位置替他想 把每一个学到的人都当作是我的亲人 你就知道要怎么样让他在道场上去立足 把每一个你碰到的人都当作是你的亲人 他的苦你就会感同身受 所以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那个重度滞胀的孩子 守着他妈妈那个已经腐烂的尸体的时候 他浑然不自觉 那是多么凄惨的一个画面 你就知道有多少弱势族情 需要我们陪他走一段路的 你就要庆幸 你没种这个种子 你没种种种子 你不用受这个苦 这一生没有 来生不表示没有 你要去检点自己 如果有我们进化 如果没有那当然是好 所以别人的苦都是你将来 你要透过他的苦告诉自己 他的苦从哪里来 旁观者清你看清楚了 你不要跟他有相同的苦 你要看你的身上 有没有那个生苦的种子 这就是我讲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菩萨 每一个人都来指点我们 你有没有从他的身上 看到他要告诉你的 人生的大道理 你看懂了 人间就是天堂 你看不懂了 你就慢慢看 好好沉淀自己 好好研究经典 慢慢的你就会看得懂 今天这堂课 就跟各位前嫌分享到这里 留很多时间给我们超纸讲师 然后让他跟各位前嫌分享心得 没有心得我们就提早下课 感谢天安士德 谢谢大家